說明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好 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香港市民 較早前 民建聯找領展 跟進他核下的商譜 停車場租金 以致到商場的防疫工作 我們有一點是多番請領展要考慮的 就是關於我們現在的停車場的租金 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知道 其實現在大部分的從業員 他的車都是擺在領展的停車場的 或者我們有些私家車的朋友 都同樣是這樣 我們進一步要求領展 作出一個動租或者減租的安排 我們也知道的訊息 就是領展將會就著短期之內 沒有計劃調整停車場的月租的租金 直至零行通知 我們對於這個安排 我們覺得是未足夠的 因為我相信大家知道 現在面對嚴峻的疫情 還有不知道搞多久 第二個我們很多在他客客停車場的租戶 大部分都是一些穩直車 以致到大家關心的保姆車 或者是效巴 他對於這個動租安排 我們覺得未足夠 另外一點他都會就住一個保姆車 和效巴都會提供半租 即是說減半租 以半年為限的 這個安排其實都是體現了對一些保姆車 或者一些效巴 一個特殊情況 我們認為如果保姆車 效巴都能夠做到減半租 直至到半年這個安排 是不是一些穩食車都可以考慮呢 所以我們會繼續促請領展 就著多方面的數據 包括政府的數據 包括下去聽一些租戶的數據 進一步研究 有沒有條件為我們的停車場的租戶 作出減租的安排 另外第二點我們都提了 除了領展之外 現在很多屋邨都仍然是防委會的物業 防委會的物業 較早前防委會公佈了 都是會用動租的安排去處理 報告到現在都沒有進一步去考慮減租 以至乎到租金的調整 所以我們都希望防委會 在短期之內都要盡快公佈 是不是面對當前的疫情 或者社會的經濟情況 那麼不明朗呢 是不是都可以提出減租 或者為我們特定的一些行業 都作出一個特殊的安排 我們經常強調 在任何工作上面 都應該是能夠做到特事特辦 齊心合力 是令到大家是可以休息的 另外就著策授物 那裡我就交給周浩鼎了 好 麻煩 我想第一要講清楚 我想在現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其實領剪自己本身在他旗下的所有的那些物業 還有這麼多的店鋪 這麼多的商場 我們見到很多的小商戶都跟我們反映 依然還是叫苦連天 叫苦連天就是因為今天的疫情導致到各行各業 所有很多店鋪生意都受到嚴重的損失 那麼我們也都多番是要求 無論是柯創成議員或者李慧琼議員 或者我們同事多番都跟他們 是要求 其實他們應該主動 在他們旗下的物業或者商場 是應該要作出一個減租的安排 那麼其實這個是一個共渡時間 也都希望他們能夠負擔這個社會責任 因為事實上租金是佔了很多的小商戶 他們的成本的很大部分 如果領展肯響應這個社會的呼籲 去帶頭將他們旗下的物業去減租的話 這個才是真正體現他們承擔社會責任 和共渡時間的 我想我就講到這裡 我就交給我們同事的梁志祥和陳君 關於現時很多屋邨旗下 又或者在一些領展也好 房主也好的一些商場 其實很多都是承包出來的 例如好像天恩和欣田村 他們都會將那個街市成舊 這樣打包租出去 那裡面的商戶就不單單是 就是那些所謂買菜那些 還有一些就是裡面做一些飲食的 那這些飲食就今次在政府的資助裡面 就受惠不了 因為他們是整個商場 批出來的一些飲食的牌照 那這個牌照就由那個大的承包商是擁有的 所以如果他要拿這個資助的話 那就是大承包商自己拿了 那另外呢 房署都有一個特別的優惠 就是收半租的 那這個收半租就是收這個大半的半租 而下面的小商戶呢 就只是拿到三成的租金優惠而已 那所以呢 對他們來說呢 就非常公平 那他們都希望 我們能夠跟房署反應這個情況的 那而房署呢 在這方面呢 就很簡單 就說因為我給 我租給誰 我就會減誰租 就不會減回下面的人的情況的 那這些這樣的安排呢 就導致了呢 就是市民的不滿了 那在這方面呢 我們都希望政府能夠呢 真正地幫到小商戶 就不是幫那些大的發展商 或者大的承包商 否則呢 就在這次這個疫情的影響下呢 小市民呢 是受害的 那我在這裏反應這個情況而已 或者是Bank 是 在領展呢 有部份物業是拆售了出來的 那而這些拆售的機構呢 他可能是有不同程度上 可能要翻新這些這樣的街市等等 但是在疫情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這些小商戶 他們的生存 都是會有一定的困難的 那如果在這個時候呢 還要趕他們走 跟著呢 要停業一段可長的時間 之後再回來呢 很相信他們又會面臨一個失業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都稍後會約一些 在領展物業拆售出來的一些 就是業主啦 或者叫做新的經營者啦 我們都希望他們呢 是將一些不必要的清理啊 或者是一些裝修工程呢 是可以延後讓市民呢 是一起度過這個疫情的 至於領展的車位的 車場的租金問題呢 其實大家回顧一下過去那十年呢 領展的車場呢 其實那個租金的加幅已經是相當驚人了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他願意為保母車提供一半的租金 豁免呢 我是歡迎的 不過呢 對於其他的 就是停車場的使用者呢 都希望領展能夠上一步減租的 謝謝 我們都想補充一點呢 就是現在我們有很多領展呢 拆售了的商場 是透過不同的私人發展商呢 去做一個拆售的安排 在這些商場裏面呢 其實同樣都有停車場的 那我覺得這一個呢 都希望呢 是領展拆售的物業的業主呢 都能夠考慮現在當前 社會的形勢呢 都要就住停車場的租金啦 以至乎到商鋪的租金呢 都是作出一個安排的 好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提問 不同的市場 We have been working on that and we would actively follow on this problem And we would urge they should take up thi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cut the rent right now And I'm sure that this is a kind of a responsibility to look after the people in need